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Time Forever 让您了解各类故事的频道 今天的主题是探索台湾美食 小龙包之王 鼎泰峰 鼎泰峰是一家享誉全球的知名餐厅连锁品牌 专门提供台湾料理 以其高品质的小龙包而闻名 这家餐厅在世界各地都有分店 成为一个国际性的饮食品牌 鼎泰峰创立于1958年 最初在台湾台北市一家小店开业 创办人杨万里和吴秀琴夫妇 以制作美味的小龙包而闻名 其独特的馅料和皮薄汤多的特色 赢得了广大食客的喜爱 他们的餐厅渐渐变成了台北地区的 一个热门饮食场所 最著名的招牌菜品是小龙包 也被称为鼎泰峰小龙包 这是一种精心制作的小型正脚 其特色是皮薄 馅料丰富 汤汁浓郁 时刻可以在一口之内品尝到 猪肉或蟹肉的多层风味 小龙包的烹制过程极其精细 馅料和皮都经过精确的称重和赶平 顶泰峰的创办人是杨继瑞 他是这家餐厅的创始人之一 并在该品牌的早期历史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他是一位热爱美食的人 并致力于提供高品质 美味的食物 他与其他合伙人一起在台湾 成立了第一家顶泰峰餐厅 并开始提供小龙包等台湾风味的料理 顶泰峰的小龙包以其养尊处优的外观 精致的手工制作和美味的口感而闻名 随着时间的推移 顶泰峰逐渐扩展成为一个国际连锁品牌 并在世界各地开设分店 虽然杨继瑞的角色在这一过程中可能有所改变 但他的贡献对于该品牌的成功至关重要 顶泰峰的成功有多个关键原因 包括高品质的食材和食品 顶泰峰以高品质的食材和传统的食品 品质被方法闻命 他们的小笼包 汤角 绿茶等食品 都以新鲜 优质的食材制作 这种品质的保证帮助建立了品牌的忠实客户群 经验丰富的厨师 顶泰峰的厨师通常都经过严格的培训 并掌握了特定的食品制备技巧 他们对食材和烹饪过程的深刻了解 确保了每一道菜都能保持高标准的一致性 专注于细节 顶泰峰在服务 用餐环境和食品味道的细节上非常讲究 从餐具到餐厅装潢 以及员工的专业态度 都体现了公司对细节的关注 国际扩展 顶泰峰成功地在国际市场扩张 开设了众多分店 这使他们能够吸引不同国家和文化的顾客 同时提高了品牌的知名度 经典菜单 顶泰峰有一个经典的菜单 其中包括了几十种备受喜爱的食品 这些经典菜品的持久 受欢迎有助于保持品牌的稳定客户流量 创新和多元化 虽然保留了传统的食品 顶泰峰也不断进行创新 推出新的菜品和变种 以吸引不同口味的客户 严格的品质控制 顶泰峰对供应链和食品制作过程 进行严格的品质控制 以确保所有的食品都符合标准 良好的顾客服务 顶泰峰注重提供出色的顾客服务 这有助于建立忠实的客户群 总的来说 顶泰峰之所以成功 是因为他们在食材 技术 经验 创新 和客户服务方面都保持了高水准 同时在国际市场上建立了强大的品牌声誉 顶泰峰已经扩展到世界各地 包括中国大陆 台湾 香港 日本 美国 澳洲 新加坡 英国 加拿大等地 拥有多家分店 无论在哪家分店 食客都能品尝到高品质的小笼包 以及其他台湾经典菜式 顶泰峰的用餐经验非常精致 环境舒适 服务专业 为食客提供高品质的餐饮体验 顶泰峰的餐厅设计简约优雅 通常装修成现代中式风格 以反映台湾传统和现代的结合 顶泰峰已经多次获得国际美食奖项 和餐厅评价的认可 包括米其林星级评价 他持续保持高品质的食材和烹饪技巧 应得了食客的忠实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 顶泰峰的成功主要归功于其严格的食材选择 优质的食物制作 优秀的服务和一个独特的食物文化 这些要素使其成为一家享誉国际的餐厅品牌 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食客 总的来说顶泰峰是一个代表台湾饮食文化的国际性品牌 不仅以小笼包著名 还提供各种传统台湾美食 无论你身在哪个分店 这是一个享受美味台湾料理的好去处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小伙伴们 记得订阅 追踪以及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精彩的影片 我们下次见